Hi 各位我是徐明 在機械鍵盤這許多配置裡面 我個人非常喜歡65%這個尺寸 基本上台灣有上市的65%量產鍵盤 我幾乎都有 而自己組的刻抓鍵盤也是65% 主要原因不外污是數字鍵不常用 又有方向鍵可以選擇 F1iPad用Function組合鍵也能夠輕鬆使用 65%整體節省空間看起來也修長俐落 我的收藏中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把 就是ROG Fusion 當年推出的時候真的是滿滿的創新元素 在開始做鍵盤影片之前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我的主力鍵盤 而現在ROG推出了新改款 做成的有線AX版 這把鍵盤遠遠不只是好看而已 首先Function S台灣就只有賣白色款 我就漂亮不給你買黑的 搭配銀色金屬面板帶來明確的觸底感 鍵盤整體強度也非常好 用力扭都不會彎 RGB也會從銀色的面板被散射出去 非常漂亮 背面有鏤空造型設計感十足 兩側腳架有兩段可以打開 提供總共三種高度可以選擇 防滑腳墊效果非常好 遊戲間激烈操作都不會移動 可以看到我這把腳墊上面有使用痕跡 因為我是真的很喜歡這把鍵盤 這個月幾乎都用這把在打稿玩遊戲 搭配量產相對少見 比Cherry原廠高還要低的鍵帽 其實大概用第一段對手碗就沒有負擔了 後面可以看到鍵線分離的設計 而且兩邊都各有一個Type-C 孔位做得很淺 就算是頭比較大的線材 都可以用 非常棒的設計 然後中間有一個切換鍵 可以選擇目前是用哪一條線 這個特殊設計讓玩家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的走線方式 有人喜歡靠中間 也有人喜歡靠左邊 看起來桌面比較乾淨 都可以自己決定 或是直接插著兩台電腦做切換 這個功能最適合實況主 一台玩遊戲一台串流 一個鍵盤就搞定桌面乾乾淨淨 來到左側有一個互動式觸控板 在AC裡面可以設定很多功能 最實用的應該是音量控制 可以用滑動來做調整 也可以用點擊的 甚至點擊觸控條不同位置 都可以設定成不一樣的功能 自由度非常的高 但是因為位置設計在左側 如果你常移動鍵盤很容易會誤觸 別擔心ROG在舊款就聽過玩家建議了 可以看到Tab鍵側面有一個觸控符號嗎? 在FusionX上 任何狀態都可以直接用Function加Tab 快速鎖定或是開啟觸控板 另一個方式是設定一個遊戲profile關掉觸控板 一個工作profile打開觸控板 也可以解決誤觸的問題 習慣之後就可以更舊手的做音量調整 或是媒體控制 OK來到鍵帽這邊就越來越精彩 FusionX標配ROG PVD鍵帽 不用3000塊價格就可以買到PVD鍵帽 非常的划算 PVD雙色透光的只有英文的部分 用的是ROG自己的ROG font 很有科技感辨識度也很高 台灣上市的版本是有注音的 我當初以為這個注音是硬上去的 很怕久了會掉 後來我問ROG才知道這是發泡雷雕 用久了頂多顏色變淡 但是不會消失也算是有用心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注音 但是這個注音字體其實算小 而且看起來蠻精緻的 至少需要看的時候在那邊可以看 而這組的鍵帽表面有磨砂感 在遊戲中有很好的止滑效果 但是也不會粗到會卡垢 打字的手感也很不錯 翻過來看整體的厚度很一致 十字的部位非常的緊 品質相當的不錯 最重要是側群看起來像CHERRY原廠高 其實軸心的支柱鍵桿部分有特別做短 所以整體鍵帽高度更低 更能降低手腕負擔 短軸心同時也能夠減少鍵帽晃動 帶來高度一致性的按壓手感 據說茶軸、輕軸、斷頭感還會更明確 來到軸體的部分 FORTION S是不支援熱插吧 OK既然不能換 那軸體本身就要夠好 而ROG的NXO就足夠好 首先NXO是十字種 方便你換鍵帽 雖然我個人認為會買這把 應該都不太會換鍵帽 總鍵程4公里觸發1.8 介於熟悉的CHERRY紅跟銀中間 踩住一個速度跟打字的中間點 其實力量40克完全不費力 但也避免誤觸 觸發45克持續帶來輕快的手感 觸底55克 長彈簧也帶來優秀的回彈手感 重點是ROG率先在量產軸體 導入了出場浴潤 這個場潤是薄薄的潤 按壓仔細感受還是有剩下一點點的沙感 但是整體已經是非常順暢 比我按過其他量產軸都還要好 而且每一個軸的品質很一致 廠潤這個東西其實很麻煩 量產軸潤太多反而會按起來不夠輕快 ROG給的做法我是覺得剛剛好達到一個平衡 加上短軸心晃動非常輕微 帶來很好的穩定感 整體打字的手感紮實 而且輕快 回饋感也很好 補足了之前用60HG打字回彈 稍嫌無力的遺憾 這陣子我都用Fusion S在打稿 最後NS軸的透明軸體透光在上半區域 剛好就是鍵帽透光的部分 RGB非常漂亮 實際使用上遊戲中因為穩定的軸心 所以有很強的信心感 1.8公里的觸發點也算適中 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自己完全信任這把鍵盤 因為夠穩定 所以不用擔心鍵盤會晃動 或是軸會卡之類的 好像鍵盤已經不存在一樣 這絕對是一把可以拿來上分的競技用鍵盤 這裡要講一下 我遊戲用的鍵盤如果感覺怪怪的 我就直接放一邊換另外一把 能被我放在遊戲桌上的鍵盤 一定有兩把刷子 Fusion S打字手感聲音也很好 因為這次的更新是有加上底棉的 連ROG都開始在3000塊這個期去塞底棉 可以感覺到對玩家要求的重視 其他廠牌要小心 而且這個棉是有效果的 我等一下會錄給你們聽 聲音上因為是懸浮設計會比較發散 加上金屬定位板 所以偏向比較亮但是細緻的聲音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一個好玩的配件 這個隨附的鍵盤殼很有巧思 蓋上的時候可以防塵 攜帶的時候 不要再擔心包包裡面的東西 刮到鍵帽變成戰損版 這個殼也可以反過來裝 左側很貼心的避開觸控條 上面也可以避開走線的位置 還可以讓RGB在半透明的殼裡面散射很漂亮 最好玩是這可以讓整把鍵盤 變得有點像Traymark的感覺 對打字聲音還可以再提升 打字聲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大剑內的填充油量也剛剛好 完全不會肉 ROG這次真的針對大剑下了很大的功夫 Fusion Ace 全新改款回到有限 用 Ace 字宣誓面對競技玩家的決心 外型精緻整體做工非常紮實 而且還降價 3000塊不到的入門價錢是入手ROG的好機會 而且得到的是高品質特殊高度PPT鍵貓 性能卓越的玉潤軸體 調校優異的大剑還有底棉 這些一點都不入門的特色 再另外給你兩個Type-C孔 還有觸控條這些有創意又有實用度的功能 如果想嘗試65%鍵盤的 千萬別錯過這把漂亮要紮實的鍵盤 這個價錢實在太優秀了 這樣說好了 如果捨不得拿自己心愛的客座化鍵盤來玩遊戲 那就買一把Fusion Ace來抄 也是非常划算 反正有兩年保固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齁 我沒想過我有一天可以說出 ROG產品很划算這句話 連我自己都很無言 最後啦 65%的好處還有什麼 有時候玩遊戲的時候 你問對我 你剛剛那個動作怎麼做出來教我 對我會騙你說按ALT F4的時候 你可以默默地說 我沒有F4 closest Donc 我們喜歡ा 不用再寄 這個 their 要不把 電話 不用再寄 然後 。